其實武漢肺炎這種說法 首先是中共官媒自己說出來的 你查查去年12月31日 中國新聞網和新浪網這多家官網 都發布這麼一條消息 標題就是武漢肺炎不能斷定是SARS 病例大部分是華南海鮮城經營戶 武漢肺炎這個詞就從這兒來的 別人說武漢肺炎都是跟著中國官媒學的 後來世衛組織給它改名叫什麼COVID-19 可是很多人叫武漢肺炎叫慣了 它就一直叫下來了 當然世衛組織它是有個原則 它給病取名字一般都不用人名地名 避免無名化 但這不等於說有別人用的名字裡 它有人名有地名就是在無名化 那這種例子是很多的 你武漢肺炎這個名字 居然是中國的官媒首先說出來的 所以這種說法絕對沒有無名化的嫌疑 你總不能說中共官媒自己在無名化自己嗎